歡迎來到冰冬菜 觀眾朋友歡迎我們的帥哥新來 我秉承 我是郭 郭叔好 各位媽媽 大家好 今天的便當料理要做什麼呢 清爽 帶鹹 然後帶甜 清爽 帶鹹 又帶甜 那是要什麼做什麼 其實這個在便當盒裡面 打開之後 你可以拌著飯吃 而且這個屬於 這個我剪菜名好了 高檔料理 高檔料理 上湯蒸白菜 就是每次那個吃飯豆的時候 小顆小顆那種白菜,對嗎 比較甜 白菜很新鮮嗎 對… 我今天用的是小顆白菜 一般有的餐廳會用長的 就是四分之下一盤 我們今天用的是帶便當菜 所以我們就用… 要煨過嗎 要煨過 趕快來看看怎麼做好不好 這可以帶便當嗎 這個… 脆脆的會不會冷氣嗎 這就是要讓它脆的頭 要保持湯 對,你要加進去 把湯汁跑出來 就是要吃這種小白菜 這個部分 我們在餐廳做這些 所謂的上湯的料理 這很像娃娃菜吧 這就是娃娃菜 上湯我們這種鹹鮮味 這個很重要 今天你教媽媽 怎麼去把它做到 像上湯的口感 可是… 上湯是什麼 上湯其實我們用老母雞 什麼一大堆去熬 熬這個上湯 其實我們教你不用那麼麻煩 不用麻煩 沒麻煩 對…所以一開始的部分 我們的撇布先給媽媽看 我們現在看看我們要熬上湯 要用什麼來做我們的撇布呢 加了什麼東西 滋味、鹹香、更夠味 來 這個上湯又要精華了我腿 是 立刻來做上湯 就不用用雞對不對 湯… 雞的部分我們今天用… 就是一般的雞高湯 雞高湯 那很方便 對,我們不需要去熬 我們不需要熬到那麼多的量 我們今天做的是濃縮板 好…用雞湯 然後煮精華火腿就好了 對… 怎麼都沒收到 很想要一隻雞 這個已經很聰明 像這個大約差不多三、四片 你就像媽媽這樣… 真的嗎 切薄片 有那麼多,然後切絲 這樣就好了 對,以前精華火腿都需要去蒸 至少要先蒸一個小時 讓它顯味吐出來 你看,這樣是鹹味就吐出來了 這樣很鹹吧 這樣就鹹味吐出來了 怎麼吐出來 等一下真的吐出來了 所以量不要多 量不要多 但是鹹味就剛剛好 對… 這裡還有油 對 甜的油也會用到 這個油香… 這裡有香的部分 你看… 這裡是小白菜 小白就是熟 這樣有嗎 寬面的,我們就這樣剝 這裡有縫隙嗎 對,就熟那個湯 對,要怎麼吸呢 來,你看 抓一把 不是直接熬燙讓它吸嗎 不需要熬… 不需要熬 我今天教你不用那麼麻煩 你看 直接灌進去就對了 這面再把它夾起來 一點都不會留在盤頂 你看,打開… 你根本就把它當掛包嗎 是,也可以這樣講 這樣一片 再看一下 是不是都有縫隙 對 有沒有看到 有 對… 以前大白菜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 把它夾在葉子裡面 一片一片夾 一個雁客菜 你把它做成迷你版就對了 那我現在把它變成迷你版 拼麵紙的便當菜 打開之後 又會做這個小白菜 造型也很取勝 對嗎 對,而且媽媽 你在做法也很簡單 很方便 你看 真的滿簡單的 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 先把它蓋起來 可是這個會掉 這樣還會掉 那怎麼辦 所以等一下我會教你 放一樣東西 讓它更漂亮 而且更好吃 而且還可以把它包起來 讓它更漂亮 而且更好吃 而且還可以把它包起來 這樣嗎 還有甚麼東西可以把它包起來 所以不是教你說 拿一個繩子把它綁起來 不是… 因為等一下我們這個精華火腿 它本身的鹹香味很足夠 不能把它浪費掉 所以外面這層東西 一定還是要把它包起來 那這個用甚麼東西包起來會更好 來,把它分開一下 我們來看看用甚麼東西 包起來會更好 口感還滑嫩 打不開 豆包 是 我最愛 要開到這麼多嗎 開成長條的 更嚴重就對了 對… 看長條 這樣長條 對切 還要對切 對切完之後,拿一個 注意看 放在上面 我本來還在想甚麼 你知道嗎 我本來還在想說 弄一堆菜帶變得好嗎 我本來想說真的 我想說菜沒有肉 肉放在裡面 對 放在裡面 可以有豆皮 其實我覺得好像不太需要了 你看 沒有肉味了 對啊 我們是不是有肉、有豆皮 打豆蛋白 還有蔬菜的纖維質 都有了 對,很高級的感覺 這個可以請客 說真的,這個請客 這樣看起來很有型 請客這樣也很好看 對啊 把它捲一個 就好像娃娃的束褲一樣 有沒有 對 對 可以 包起來 香味跟鹹味把它吸住 而且它夾住之後 它就是不會流掉 不然你蒸蒸 可能蒸氣開了會掉 好,像這樣子 對不對 上面準備一個香菇 這加香味了 放在上面 對,就把它放上去 好 這是雁客菜吧 不太像便當菜 而且很清爽 又很舒服的菜式 對 便當菜嗎 好了 好 從胡椒粉 胡椒粉 直接灑一灑 所以等一下直接下鍋蒸就好 對 所以你看我這邊 有100cc的雞高湯 對 這個是放在裡面的 米酒 好 鹽也這樣灑嗎 一點點的糖 是糖 糖 好 然後要一點點的鹽 裡面有這個 裡面已經有火腿的鹹 對 但外面還是要有點味道 一點點就好了 上面還是要有味道 好 高湯 把糖淋進來 等一下,蒸煮出來就是原汁原味 真的 所以這個要進鍋之前 有沒有 先把它塑形一下 我們用保鮮膜 蓋起來 不要讓它有多餘的水分進去 好,不然整盤都是水 所以今天這一鍋都是原汁原味的 你看 吃就很棒 讚 你看 好 下鍋蒸 謝謝 原汁原味 又是高湯又是白菜湯 還有酒和香菇水 對 好,大火蒸30分鐘 好,稍等一下就可以帶便當了 30分鐘 好,來看看 30分鐘 好香 空氣中都是白菜的清甜 清甜味 來 好香 來… 好香 還有金花火腿在裡面 你看,一朵一朵的 真的 這一定有人問你早上吃飯 飯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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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湯爽讚 上湯 上湯… 雞湯加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都包在裡面 這個你看到時候… 剛剛你看裡面就是一碗湯 現在變兩碗出來了 對 就是白菜的湯、香菇的湯 白菜的湯 來,試吃 好香 小心燙 會爆漿 爆漿 一邊吃,一邊吸白菜湯 鹹的 白菜跟這個精華火腿真的是 永遠的絕配 要加分 好甜 然後那個鹹味跟鮮味 其實這個精華火腿扮演 就是香味還有那個鹹味 然後把白菜的甜食辣椒… 就是辣椒… 然後豆皮在外面就很優雅 好… 口感很好 有夠好吃 那叫高級 大家也可以做這麼高級的料理 很簡單,那是簡單做,對不對 簡單做高級料理 最一定要學起來 吃吃看就知道了,真好吃 謝謝 謝謝 媽媽,我上湯做白菜 趕快做一個很高級的屁股 你敢學起來 第一 娃娃菜裡面 要放上這個遊戲的精華火腿 這樣娃娃菜 會吃到滑滑火腿的鹹飯味 每一口都是香味 第二 要用生豆包 把滑滑菜放起來 再來料理 這樣如果造型很高級 吃起來 又加一個豆瓣 滑溜滑溜的口感 讓料理更加好味喔